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宋不停 ChatGPT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 它的热度 持续不减 一直是占据热搜榜 各大行业都在利用它进行一个省人省力 然后科技创新的一个使用 OK那由于的话 网络的原因 很多小伙伴注册不到它的账号 也不能使用它的一个功能 OK没关系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这样一个手机上的一个GPT的一个APP应用 那么它也不需要注册账号 也不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就能正常使用 它是调取这个GPT的一个API接口 同样可以使用GPT的功能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在手机上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OK我现在已经下载好了这个GPT盒子的一个API文件 在电脑上 OK我们拖到手机上进行一个安装 我们给它放大一点 这边点继续安装 这边点继续安装 OK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用的是一个荣耀的手机 荣耀的手机 安卓的手机给大家做一个演示的 OK安装好以后我们打开 这一边来讲是否允许GPT盒子获取设备讯息 这边是必须要允许一下 允许一下 OK 这边有个新版本发布 请更新 更新说明的话 有提高回复内容的字数等等一系列的 以合并更新为GPT在线 不是GPT盒子的 OK这边我们给它更新一下 直接一键更新一下 好的 我们点允许 这边点继续安装 OK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 OK我们到桌面看一下 桌面看一下 那大家看到这边是 刚刚安装的GPT盒子 这边是一个GPT在线 其实它两个都可以用的 两个都可以用的 那打比方我们用这个GPT盒子来看一下 这一边是一个GPT ShedGPT独享APP版免登陆 OK什么无套路选用块什么的 这一边的镜像一号 镜像几号站都是免登陆的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镜像站一号 看它的功能怎么样 OK这个界面是不是很熟悉 非常熟悉 跟我们电脑版的 这样一个使用科学上网的环境登陆 桌面的GPT看起来是一样的 看起来是一样的 OK这边是爱创作有趣的提问 什么爱百科等等 我们这一边就可以发送消息给他 OK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OK我们来问一下 我问他你是谁 OK我们发送一下 看看他怎么回答 OK他说我是一个爱语言模型 被称为OpenEggPT-3 OK好的很好 表示说正常是可以用的 我们来问他一些问题 OK我们问他一个问题 你对新疆蓝蓝退出比赛 怎么看 我们点一下 这边据报道什么东西的蓝蓝退出什么 就要了解 OK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再问他一个问题 我问他一下 你会唱尼泊尔 不对搞错了 他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字都打错了 你会唱尼泊尔歌曲 你会唱尼泊尔歌曲矿泉水吗 其实是尼泊尔 这个地方我打错了一个字 但是他这边当然可以 不过我不能真正的唱歌 只能输出歌词 OK这是矿泉水的歌词 OK这个就是这几天 抖音上疯传了一个尼泊尔的神曲 OK被一个小女孩唱火了 带火了 OK这还是非常OK的 我们尝试再问他一个问题 那我问他 我需要一个鸭子飞上天的图片 看他会不会帮我创作出来 OK当前访问人说太多 我们刷新一下 这边他是不能提供图片的 看来这样一个看来他他他跟这个正常的确的GPT还是有差别 这边是不能提供这样一个图片的 OK这边点开他的菜单来讲的话 他这边有一些什么下载安卓APP什么东西 登出什么东西的 我们不管他 不管他 这边点加号的话 他就回到这样一个主页了 OK这个是一个GPT盒子 那我们到主页来讲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GPT再现我们试一下 看看跟刚才那个有什么不同 这边也是需要获取设备信息 OK我们获取一下 好的 好的我们也是在这一边 试用刚才那个问题 我需要一个 鸭子上天的这样一个图片 看看他能不能回答我 OK我们登录一下 我们再来给他问个问题 OK他说 请稍等 爱正在思考当中 这一边是鸭子飞上天的图片 这个图片呢 他给了一个网址 给了一个网址 给了一个网址的话 我们这个网址我不能复制 不能复制 没办法 这边有个绘画模式 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来试一下 我们在这边问一下看看 这边是绘画模式 我看到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图片 OK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个 天空上连一片云都没有 一个鸭子 然后长了两只翅膀 好像在飞 但是这是在天上飞吗 我有点看不出来 OK 不管他 我们到问道模式这边来 我让他给我写一个程序 写一个程序 帮我写一个 远程KG的代码 OK 我看他写不写的出来 正在思考当中 OK 哇 这么快 比我写的快多了 OK 以下是一段用于远程KG的代码 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因为我没有安装那样一个程序 没有安装那个软件 假设我有安装那个软件的话 我就把这个程序复制过去 我尝试一下 OK 那这个足以证明 他这个调用API 调用GPT的这个API的接口的话 是算是成功的 虽然说有一些部分功能是不能用 不能用 但是说在我看来还是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最关键来讲的话 是他不需要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也不需要这个注册登陆 大家看到我刚才登陆的 也是他自动的一个给了一个密钥 自动登陆的 所以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对于一些需要用它来查资料 或者需要用它来做一些其他什么事情的话 来讲的话 就是非常好用的 可以用这一个来代替真正的CHAT GPT OK 今天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